有天我去台湾 我的台湾朋友说 5点半来酒店找我 不好意思 我是说翻店 台湾朋友不要误会我去酒店 酒店 其实就是夜总会的意思 所以 如果你在台湾和的士大叔说 要去酒店 他们就会车你去那些 很五光十色的地方 但为什么这么早起床 是不是去行山呢 他们说一定要带我感受一下 台湾风味 即是行街市 上次我只是路过 银哥的街市仔 今次拆天这么早 来到一个很大很热闹的 桃园中精市场 让我感受一下 这些台湾风味 怎样令到当时只睡了半小时的我 精神一阵 去哪里 中精市场 位于桃园的中立区 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型赛市场 这个赛市场围绕着中精券村等等三个券村而建 所以附近有很多台湾券村的特色 我们竟幽游的片头 台湾国旗镇 其实都是在中精市场拍的 有一次我和台湾朋友说 不如走着街市 可能看得到香港的街市 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当时真的很睏 你看看我对眼睛 完全睁不开 相信你都感受到 因为这个时间是早上六点半都未够 比我更早开会 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到 一早上起床 是走街市 就变成了街市有落 地瓜那些 挺有趣的 感受到 南湾的街市 其实又不是真的差很远 我实际说 街市 不过 比虽然中干净 很有趣之处 吃麻酥那个 麻吉拉沾那个花生粉 那个是你们这边讲的 哦 糯米 糯米 糯米的 哦明白明白明白 糯米的 糯米的 一段好像意思 夜食一样 嗯 又有点像 那晚上那边有 哦 啊 牛肉汤 牛肉汤 中正场 我就是这里哦 米干 你可以形容为台式的河粉 不过发源地 在云南带族 但米干在台湾已经盛行好几十年了 在桃园的朋友每次我去台湾都说要带我吃米干 我其实没什么心灸过 一路都以为米干 是一块米干 是一块饼 事后呢 我跟台湾朋友说 这个米干的误会 他们真的笑得听不到 哎 就是我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大香里 拍摄旅游节目 是真的很贵有阿祸的 台式传统早餐 看看有什么玩法 这个要这样子 哦 搅拌 明白 然后它有很多花生的味道 搅进去 明白 哦 它就是这个台式早餐的 米干 这一碗米干才八十块特别 哇 有蛋 有肉 有猪肝 中和 哦 中和的 哦 不叫肉 蛋 哦 不喜欢这样的蛋 米干在哪里 米干在里头 还看不到米干 这个这个最软 哦 哦 没有吃过这个 在台湾从来没有吃过 如果我们在饭店 有时候饭店提供早餐 这个早餐就很很很 破肥的这种 对对对 都没有这一种 刚才未必看得清楚 要再看多一次 看看 实际是 比较粗 它又不是河粉哦 河粉是薄的 厚的 一如我刚才所说 米干非常之厚 非常饱肚 而且这碗米干 很大碗 配料很丰富 大家都看到的 早餐吃这碗米干 你根本不用吃午餐 所以大家点餐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食量 吃饭了 这次在台湾这几天 真的没有好好吃过早餐 这次终于吃了台式的早餐 甚至乎吃了台式的早餐 甚至乎吃了一些很台式地道的早餐 可能很开心 算了 我们好容易开心 不过说真的 如果米干 即川在年间 更加了一些河粉 即在吃干榨牛河的 我觉得这个会更好吃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干榨牛河的那种河粉 很不舒服 或者很薄 反而这个米干 我觉得是有口感 有饱肚感 都是一口感 所以如果在台湾 我会吃在地道早餐的时候 我都會喜歡吃米肝 我很白癡,我以為米肝是一塊塊 原來是米肝 最後我留言一下這個菜市場 不要說這個菜市場 其實我本身都很喜歡逛街市 各地的街市是最容易表達當地人的飲食文化 對於這個接近每集都是吃的旅遊節目來說 街市真的很重要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這個不是飲食節目 現在不是飲食節目 拜拜 等等等等 台灣朋友說要買一些手信 讓我帶回香港 因為當天的中午 其實我已經要搭飛機回香港 所以才這麼早來街市 什麼事? 西藤西珍珠 這裡沒有糖嗎? 沒有糖嗎? 哦,好啊,沒所謂啊 然後也有中口的都有 還是要整條都有 哇 快去網吃 好啊,謝謝 謝謝 等一下 這個20米 你要再加一點 沒問題 剛剛也是剛好一百塊 哇 哇 天飯 嘔吐了 吃到回香港 同場家影 再回米肝 很多觀眾都知道 去年我們受桃園市政府邀請 拍攝節目宣傳桃園市 當時我們都經過一間米肝店 反正都說到米肝 就讓我們 補老母店的瘋貓 介紹一下米肝 這個碗麵有超多材料 有豬潤 有酸菜 有蛋 有肉片 很有家裡吃的麵 沒有什麼味噌 好像媽媽煮麵給我吃的 家裡的味道 這個 清淡 如果不是太喜歡濃的食物的人 應該很喜歡 這個 嗯 豬潤湯的味 這個很香 很香